帶回自己的一些經歷 在我的菜式上 可能有些經歷是去旅行 見到一件食物上來做的 都會嘗試用同一個煮法 或者同一種材料去做我自己的菜式 我是Gary 其實我平時是做IT行業 週日有時都會自己帶飯回公司吃 帶飯可能會做一些簡單的一式的便當 週日的話我們都很喜歡 有朋友上來吃飯、吃飯、喝酒 其實我很多時候煮飯都想把自己的經歷 將它轉化成一些我自己的菜式 蟹餅其實是其中一樣 我覺得都很會表現到我自己的經歷的菜式 我經常都跟朋友說笑 說這是我的家鄉菜 因為其實麥爾人當我的第二故鄉 我住在那裡的市場很出名 叫Lexington Market 就是一個室內的市場 但都是有一些菜檔、海鮮檔 當然可能比起香港的街市企理一點 但也沒有那麼熱鬧 也沒有那麼多款式 這裡買東西就比多元化很多 可以做的東西都好很多 蟹餅的材料其實都很簡單 都是大同小異 其實所有食譜都是蛋、蟹肉、麵包糠 我喜歡煎、我喜歡香口 用這隻蟹的好處就是蟹已經熟了 當然它最重要的元素 在我來說就是Obey Seasoning 它是有一種煙燻、香 有一種很乾的香草的味道 也有一點辣椒 平時吃滋潤鮮油的野味 它又不是很辣 它又不是很辣的元素 也不是很多香草 但它就是所有每一樣都有一點 也有一點點香味的味道 很配搭一些煎了的食物 炸了的食物 我覺得它在我來說是百搭 自己來說我特別喜歡吃蟹 所以我自己下蟹的部分是特別多 可能多一倍蟹 希望吃到蟹的味道 煎大概五分鐘就一定是熟了 在 Maryland來說 吃蟹是一個家庭活動 無論是夏日度假 或者是7月4日 生日日 這些都是一些名牌的食物 每年4月大學就會有 其中一個活動就是蟹是蟹 就是放桌子在餐廳 把蟹放在桌子上 每個人都拿著一隻 就拿那個小鵲吃 多數吃完蟹之後 吃不夠飽才會吃蟹蛋 蟹蛋 蟹蛋 平日一家吃一家是起碼 一家吃一家吃一家吃 一家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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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看能否做同學的效果 之前也試過用其他東西去做 例如我試過用顯鉗 好像自己的版本的特色 這是一個中式的塔塔醬 用橋頭來做的塔塔醬 好